啊 教授到了 今天叫大家来要办三件事 第一搜索全程三小时以内找到救性能牌 喂 你该不会想让我用嘴为你吧 第二整顿圣门 唯我所用 问你 我给你一双很光清美者的双眼 带给你一双不脑与下恶的圣手 你要帮我办件事 拿着这块历 回归圣门 担任圣王 惩治叛徒 你想利用 第三 待天寻寿 督察地方 是 在这之前 先逃避债 我 无路在 害 灯红酒绿 您 先逃避 嗯 嗯 广安 清小姐 我们今天李氏集团 在此邀请圣门朱雀堂主 怎么什么阿猫搞都能进来 我都给我拖出去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不 那 谁敢打人 沐浴 是我江灵 江灵 你怎么还活着 把这只虾狗 给我丢到精神病院去 李健阳 还我沐浴 还我沐浴 这是一百万 多达记者暗定 记者 我要自然死吧 明白 李健阳 还我沐浴 还我沐浴 李健阳 兄弟你他妈爱我 什么意思 沐浴 你说要和我结婚的 你个死虾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传也就算了 我一个一线歌星 我怎么可能跟你个死虾子 讲的 说的是啊 人家可是著名歌手 怎么会找一个虾子呢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臭虾子 赶紧滚 赶紧滚吧 秦木鱼 害我已是你管子 你就不怕这事传出去 让人万夫所致 受人唾解 有我在 消息怎么能传得出去啊 李健阳 你还敢 一只丧家的虾狗 你能掀起多大的霸 虾 什么 你不是瞎了吗 我是瞎了 否则怎么会把眼睛给你 不过我会把我失去 全都拿回来 谁这么大胆的 敢在招待圣门酒会上闹事 小军哥 就他妈你想 跟我两边也挺笨色 失去你拿走 出口拿以后看看 跑那么大事 你受住好不好 江灵 你的眼睛恢复了 也是件好事啊 这样你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 我在你的面前 玩你的女 秦木鱼 我为了你 判出江家自我放途 李天阳 我为了你 拿出仅有的二十亿 这么对我 不止了 我为了报答你 我可是和木鱼 在你面前演了一段 小电影啊 就是你那个时候 看不见了 真的是抱歉 木鱼 你是不是刚换成眼睛 还疼 没想到这世上 还有江灵这种蠢酷 会心甘情愿地把眼睛送给你 谁让他是舔狗呢 换上他的眼睛 我真看得很清楚 我真看得很清楚 你先 为了报答他 我明天就送他走 不过现在 你们先 木鱼 你是不是疼 我帮你叫医生好不好 你们还真是够可以 你这样就受不了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被江家抛弃的气少 在我面前 他就是一只狗 街上的宠物群穿的都比他好 你把他比作成狗 那也太紧借狗了 这江灵啊 简直是脑子有点问题 是啊 把自己眼睛给别人 还被人戴绿帽 真是连上家之前 狗都不如啊 舔狗劲儿也能搞 舔到最后啊 戏无所有 开心玩了吧 高兴玩了吧 什么意思啊 你们玩了 就到我了 来 请你 好 去宇室集团招待会 大人 去去李家的宴起 也值得您去 京城江家少帅近日会来巡视 多少权贵 欲赌天眼而不得 我要趁此宴会 好好敲打下李氏集团 以及城内诸多权贵 免得到时候 他们罩在枪口上 让我们圣们的面 也不好看 大军哥 啊 过来 这人 人怎么会有杀气 不行 就不能让他 江少 想的永远不是泰山 您花个道的 我都认 大军哥 您挺实实的 小凶吉知尽醉 啊 惭愧惭愧 以后 教学就是要学 嘿嘿嘿 不明白啊 椅子 小军 把李天阳的膝盖骨鞋了啊 不去 那要不把你的膝盖骨鞋了 去去去去 天阳兄 对不住了 大军哥 你干什么 我平常没少孝敬你啊 死刀友 不死平刀 你那么有钱 你膝盖没呢 朝阳潇洒 我膝盖要是没了 那可就完肚子了 大军哥 你最要想清楚 家也不是没有根基的 江凌 你不去会点武功吗 天阳的大哥 可是会鼓舞的 有本事 你等他来 好 今天就让你们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 动用你们能动用的所有关系 别到时候死的时候 留有遗憾 好了 这可是你说的 你有种 等着 你大哥最近站着 你放心吧 江凌这小子太妥当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绝望 谁找我替你麻烦 这是李天阳的哥哥 李天心 听闻他被鼓舞世界招怒了 气场的确挺强啊 江凌还真不自私 竟然敢招惹这的人 哥 你终于来了 就是那个臭伤子 以前没弄死他 现在又来砸场 还打伤了我们好多人 上 教他做人 是 没劲 素文古武世界的人都是高手 但是见面不如闻名啊 小大 别以为会点三脚模功夫 就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我现在给你两个办法 要么爬过来 给我弟弟和弟妹下跪 道歉认错 要从我胯下钻过去 要么我把你打成死狗 瘫软着在地上 把他俩的鞋给我舔干净 然后再把你团成一团的扔出去 咦 我可不让他舔鞋 好恶心 我选迪斯 江林好快速度 武武世界的李天兴竟然毫无环手之力 又是江林的椅杖吗 武武世界 一群插标卖手的土鸡瓦狗 是真把自己当回事的 他刚刚的拳法 怎么会那么快 还记得你刚才说的吗 天呐 李天兴就这么屈服了 他可是古武世界的高手 江林有什么大背景 怎么连古武世界的人都敢 知道你意思 江林 你给我等着 敢凶辱我 现在 该你了 江林 我告诉你 今天可是邀请圣门堂主 堂主来了 你吃不了兜着走你 你们摇来的人我都兜着 不过现在我先收点利息 江林 就算你一个人再厉害 你也打不过整个生意 你纠缠我不放 还不都是为了钱 什么呀 我当时拿了他二十一 我给他不是白忙活了 咱们这是缓兵之计 等到朱雀堂主一来 他必死无疑 对呀 江林 你不就是要钱吗 这是二十亿 搞这么多名堂 不还都是为了钱 跪下 这江林也太狠了吧 那李天阳膝盖骨都打废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 现在才是唱过了 一会圣门的人来了 够他回忽的 江林 你给我等着 圣门不会放过你的 当你了 江林 我都是被逼的 全是李天阳 都是他策划的 丑表你说什么 闭嘴 江林 我是爱你的 你要相信我 跪下 李天心怎么做的 你知道了吗 什么 不做了 你就别当明星了 当残星人 等等 不是从我这儿爬 从他那儿 什么 决你做事不要太决 是你是不会放过你 有些人 是你这个层面招惹不起的 圣门 你们引以为傲的圣门还未辱我眼 好大的口气呀 刚才是你口出狂言 李天阳姐 你可算是来了 江灵 朱雀汤主来了 我看见谁来救你 是门的人终于来了 江灵这小子实在太狂了 只可惜今天踢透了铁板 朱雀汤主 就是这个臭小子 大闹了你的宴会 我知道了 小家伙 今天 要是不给你说方 我让你出不去这扇门 江灵 你在狂啊 你在狂给我看啊 你不是还让我钻别人裤装吗 你带我拍一次 天阳 你别当真了 刚才都是缓编之气 我知道 刚刚还嚣张呢 现在看到圣门的人 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回逼装大了 眼砸了 看他怎么收场 圣门之名不可辱 这江灵死定了 圣门的人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 被两个臭鱼烂虾呼之急来 喝之急去 真是给咱们圣门人长脸啊 你说什么 圣门荣辱 岂容你一个外人之锤 江灵 你放肆啊 你知道吗 月姐是圣门堂四大堂口之一 朱雀堂堂主 你跟手指就能戳死你 江灵 实相的话赶快跪下磕头认错 在你被打死之前 我们也好劲除了什么 谁造的罪 砸死我 就凭这些乌合之众 不可救药 杨灵 你不是很能打吗 我就不相信 你能打得过所有圣门的兄弟 要怪 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 这些可是圣门的精英 远非大军流氓那种可比 天狂有雨 人狂有祸 这个江灵太狂了 活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真的要违背 对圣门不入世俗的规矩 对我动手吗 规矩 今天我在这里 我就是规矩 好 今儿 我就给你立立规矩 灭了吧 按圣门规矩 有钱吃 什么江灵真敢动手 什么 竟然你赢了 这精灵究竟经历了什么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我是不是看错了 怎 怎么和变个人似的 圣王鬼首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要跪下拜见的人 圣王令 朱雀堂营月 拜见圣王 不知圣王驾临 还请圣王受罪 什么 圣王 什么时候成为圣王了 圣民的人还真是出息 向权势之人卑躬屈膝 向卫卑之人以止弃使 圣王的规矩都让你们学到狗身上去了 请圣王降罪 去手 要开始吗 天啊 狗子是个圣民房 面对江灵 竟然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 算了 将功不破 谢圣王不罚之恩 我若不阻止 他真的会砍掉自己的手 看来他不是上门叛徒 也可为我所用 现在该拧了吗 不可能 他不过是个江家的妻子 你们别被他骗了 说的倒也是一件道理 这个圣王还是太年轻了 没错 千万不要被他骗 我最了解的 他就是个田狗而已 起来吧 放肆 圣王明慧也是你能直呼的 既然你们不信 明月发动圣门令 是 封杀秦牧宇和李氏集团 追责所有他们合作的公司 风格有模有样的 不会是真的吧 天下发生的商业公司 都要提供圣门号令 这圣王要是真的 你家肯定完了 圣王 圣门令已经发出 大概三分钟会有结果 好 哈哈哈哈 可笑 就我们家资产几百亿 换成现金都能砸死你 就你一句话就能封杀了 你给我查账就得几天几夜 拿个平板电脑 你忽悠我呀 你当我三岁孩子呀 还好我们家天阳见多时光 要不然还真被你给唬住了 说的是啊 李氏资产近百亿 怎么可能就凭一部平板 来封杀掉 玩我纵横商场这么多年 看看差点别这个小子给吓到 后生宅始终是后生宅 能杀这种马上能被人 抽穿的谎有什么意义呢 之前我还有所怀疑 现在我肯肯定了 这个圣王一定是假的 看来那个朱雀圣族 也不知道从哪来到 什么 怎么可能 我对劲啊 昨天不是通过了吗 秦沐云 你个婊子 你怎么会招惹圣门 你要是自己死啊 别累累公司 你别紧张 那个圣门那是个假 假个屁 公司股票都别停了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发布了你解约的公告了 以后 再无罢格 喂 喂 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敢继续合作 张浩被疯了 你和大马不批了 风商事物进出公司了 喂爸我跟你说 没有说话 我百分百肯定那个圣王是假的 是 朱雀堂主也被蒙蔽了 你先不要伸张 稳住他 我一会就带着证据过去 玄武堂和白虎堂也会帮我们 你趁机看看那些势力是向着我们 那些是江头藏了 朱雅大人 我们现在马上请你的 我马上取消跟李氏的合作 我求你了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圣王 饶过我们吧 我们永远不是泰山 五王家发誓 不再和李家合作 并马上拿出二十亿 封杀李家的基金 我再出五亿 我出三亿 我出六亿 江梁 我欠你的二十亿 我全还你 不不不 还有 我给你四十亿 我给你四十亿 江梁 这些都是他指使的 他都在策划 你这贱货 明明是你策划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江灵 你忘了吗 咱们俩可是兄弟 不要因为一个女人 而一向咱们的兄弟友情好吗 你现在贵为甚亡 那我是李家兽 咱们俩合起来 左相批你啊兄弟 当时应该 请勿议算个屁啊 全天下的女人都是咱们的 江灵 全年二十亿 你眼睛的都是他策划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放肆 圣王的身体也是你能触碰的 怎么会这样 明明就是一个天高 你怎么记得也对我 就变成圣王 去手 好 砍得好 这个贱人活该 我 江灵我怎么爱你 江灵你不能这么对我 江灵 做做做不成 哎 天线 天线天线就能放过我了 闻 谁 闻 先散发 你看 非见过 圣王大人 这是四十亿 我全都给你 咱俩的恩怨从此以后 一笔可不下 敢和圣王谈条件 应 去舍 别别别 别别 老平圣王大人 竟敢在我李家宴会放肆 爸 你终于来了爸 放心吧 一切有我 李长基 李氏集团 李长基 拜见 圣门朱翠堂堂堂主 音乐大人 你可知道 圣门百年基业 今晚 还要混在你的手里 李长基 你这是找到新靠山了 在我面前也敢大放厥词 这样一个垃圾废 你却认他为蒙古 你知道 他背离家门为不义 断义兄之腿为无情 冒充慎王为无耻 这样一个无情无义无耻之徒 天地共灭 众人共诸之 糊涂 你竟敢 要学会圣门鬼手 至少 得要有三十年的功语 他这么年轻 不过二十来岁 他能学会神功吗 他能施圣王吗 对啊 对啊 我怎么忘了这岁 没学会圣门鬼手 是没资格计认圣王的 刚刚帮我下个bass 原来是个赢品啊 假的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哎呀 你们呀还是太年轻 其实有些谎言啊 一处 也就有破 江灵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这小子刚刚不仅把我们给骗了 他把圣门堂主给骗了 音乐大人 你可是圣门朱雀堂堂主 你最管规矩 您说 我说的 对吗 妈的 没点眼力见吗 也搬把椅子 也要坐着看戏 心情不止死活 圣门的瓷都敢碰 怕他今天是再劫难逃了 好该 江灵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对你卑躬居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道歉 因为我爸爸已经全告诉我了 我知道了你所有底细 我故意在拖延你 就是为了当众 揭穿你的狗脸 我刚才误会你了 我刚才不应该污蔑你 轻蔑你的 经纪人也不要我了 你要把我 滚 接 你知道吗 在我成年那年 我爸只花了五千万 就给我包了个女明星 让我玩了七天七夜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从那天起 你们所有的女人对我来说 都只是玩意 你刚不是要给他当狗吗 需要你现在要回来是吗 那你在我面前也只能当狗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 不愿意 那一期都是按照我的计划做的 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降临这个飞 那些都是你害的 我要吓了你 别打扰我爸看戏 你因为当然还没有发话 不容你一个戏子动手 今天这个女人左右横跳 一个小明星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要我说你家还是太仁慈了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呀 真可笑 这女人还真以为自己的胸前几两 能当成绩放片 在我这里 她连当狗的资格都没有 我一定要想办法抱住 天阳的大队 让她去 臭 天阳 你不要忘记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现在火气很大 好了 大家都安静一下 看一下音乐大人 怎么称之 这个贾胜王 是啊 先看戏 会不会太血腥 我有点晕血 李长吉 你妄议圣王 应去蛇 什么 音乐大人 你可要知道 认错圣王 这个代价 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呀 李长吉一说的有点道理 没有三十年的苦功 再天才的人 也不可能脸上圣门归手 是不是 我不管你探索 那就是圣门归手 小命 就闭嘴了 音乐大人居然不信圣王是假的 这里音乐大人实力最强 他要是不承认 别人都没有办法 音乐大人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我凭什么信你 你成绩不对劲 莫非他有什么依障 要不怎么敢如此质问音乐大人 你问我凭什么要相信我 那好 现在 跳下 李氏集团李长吉 恭请 玄武堂堂主 白虎堂堂主 二位大人现身 难怪李长吉那老家伙这么有底气 原来是请了圣门另外两大堂主啊 李家什么时候实力这么强啊 圣门一共就四大堂主 竟然有三个堂主都过来了 江凌 两位大人在此 其实音乐帮着你 你也没用了 终于要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今天丢掉的尊严 重新找回来 明月大人 现在有两大堂主作证 你还不承认 就是江凌这个废物 在冒充胜 报 无言恶语 舍不可留 很好 狗妖狗都死了才好 二位大人 无言出一半家资 只求你们帮我击败江陵 交给我处置 明月 你要干什么 根据圣王令 妄议圣王者 拒舌 月妹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可别被他骗了 你们又没见过新圣王 怎知我被他骗了 明月 你难道 忘了 就从老圣王失踪以后 是我们 一直在辛辛苦苦 撑着整个圣门 现在 凭什么要遵循一个 来路不明的小子为圣王 他是不是圣王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圣舞堂不服 我白虎堂 无认 你们想造反 反又如何 明月 我来吧 同时对上两大堂主 就算是真的圣王 恐怕也没有胜算吧 能看到圣门泪斗 今天这一趟也算是值了 江灵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见你凄惨的下车 我赶时间 你们两个一起上 这小子看起来不简单 或许 有可能是真的什么 今天这事 一波三折 不过好在 终于要收场了 那他就更得死了 他一个人 实力再巧 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怎么可能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练成圣门鬼手 我手断了 把那两个废物 也代不是民主的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应该就是老圣王口中所说的判斗吧 不过 这真相啊 真是如此简单吗 圣王 他们怎么办 他刚才不是说自己火气很大吗 我希望他以后再也不要有火气了 小金儿 来 去 去 电话 别别别别别别 我不是有话好说我帮我我帮你家钱都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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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正眼的事 你怎么就变成道道真正的圣王 莫宇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为了你可以牺牲一切 但是现在我成长 这个女人已经废了 让她自生自灭 圣王 他们怎么办 今天事已了 在场所有人背后的家族 公司 社团 都没有必要存在了 圣王 我们永远不时泰山 刚刚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是你们自己没把握住 圣王 你以为圣门能一手遮天 听闻有位大人物即将巡视此地 到时我们请那位大人物给我们主持公道 是啊 京城江家 等你们见到那位大人物再说吧 今天 谁都别想逃 妈的 既然不给活路 我给你拼了 往后圣王 无枪 自己人 少爷 这是兵部的人 少爷 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已经找到了 耗时一小时入战了 你该不会想让我用嘴喂你吧 带我过去 是 圣王 我同您一起去 今儿 哎 明白 哦 你很好 值得信任 大人 圣王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看上你了 这丝袜 是从我身上脱下来的 而我就很无感知 什么 你是说 刚刚圣王大人用的是 圣门鬼手 没错 而且是实际 还好大人刚刚提醒了我 否则我就 以后圣王的命令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听到没 明白 我这就去办 别动 炸弹 炸弹 不可能吧 我刚坐这辆车来的 我们应该是被人盯上的 先别乱动 怎么会这样 圣王 我要不要派人保护你 咱们分开走 车就先不要坐了 你们先回圣门 我去办点事情 我怎么联系你 我会联系你 我真能看出来 不简单 师傅 为什么不用油控炸弹 他的车不仅防弹 还防电磁干扰 你是不知道吗 弟子余顿 就是 您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知道自己愚钝就少说话 京城江家少帅 即将来此巡查 如果在这个时候 杀了圣门的圣主 兵部 督察院 京城江家都会阻挡 为了一个圣门 我还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对了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小圣王江陵 他该不会是 他就是李天阳的发小 是本地破洛家族的少爷 上部的台队 带我去看看 什么人 抱点天物 圣所爱 是我陈经伦来晚了 世人不懂连香西域 以至美人 落得此等奖地 我帮你报仇 志飞 我二姐现在是什么 自您离开家族以后 二小姐的势力是越发膨胀 近些时日更是纯彻欲动 有大概率会在近期多数 给我看见 你放心 家里的事情尽在涨出 对了 你要找的那个女孩 就在那 来来来下注 你给我下注 下注 我严二十 20 2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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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你来 哈哈哈沒的呢 來 都姐說來 你看 喂 你該不會 想讓我用嘴餵你吧 他 就是給我餵水的女孩 喂 快拿走 你是不是出老千了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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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出老千了 没钱 他生了你老奔 这丫头 有点意思 知非 你先回去 看紧我二姐 保护好老爷子 我这边到时候归队 良辰美景美人作伴 配上这几个字 倒是有点意思 所谓孤芳不能独少 你把这个给盛门送过去 师傅 他刚刚也投靠了盛门 就这么让他走了 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角色 让他做个信差 不是挺好的 别跑 哎呀 换钱 哎 换钱 去 哦 哎 搬动 一帮老色批 跟我斗 你们还那点 小丫头跑挺快啊 你谁啊 哎 哎 菲利啦 救命啊 法安 外面的人可没有我怎么问 嗯 你想干嘛呀 我三岁就散父 四岁伤母 我九岁伤父 十八岁上近天良在街园门口摆摊赚钱 是吗 我求求你 你别伤害我好不好 我有钱 我把钱都给你 这丫头 你把我当成一个贵宫吧 我家里有好多好多钱 你给我回家拿好不好 好啊 圣门路人 鼓舞雄起 六月初八 绝杀千成 大人 东西是大军送来的 那小子什么话都没说 东西放下就走了 知道了 想尽办法 联系射亡 你随便坐啊 这边 别跟我客气 我就给你拿钱了 这丫头 没认出我吗 你们两个还在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进来 这就是你的义仗 你刚刚吃老娘豆腐 说吧 赔多少钱 仙人跳 不怕你说 老娘吃定你了 既然是仙人跳 那这豆腐 我怎么着 又得多吃几口 说说吧 你们三个看起来 也不像是坏人 为什么要害人 是做好事 我们是为了偷钱打官司 帮兄弟们要工资 兄弟们 你们还有人 我们是农民工 他们不但欠钱不给 还把我们赶出了工棚 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带我去 今天差点死了 以后啊 咱哥姐就找那些农民工 乖乖收点保费得了 跟有钱人呢 搬不起 太行 大哥我知道他们在哪 在哪 在哪 走 好嘞 盛住 江梁和陈静伦都已经入局了 嗯 胡小姐 这么晚了 你咋下来了 我来看看大家 苦力强 钱收到了吗 还没有 怎么样 我没有骗你吧 为民工讨债 天性善良温柔 看来救我的 就是他 我可以帮你们把钱要过来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如何 就你 你还能把钱要回来 你还听人 别说大话 沐小姐参合近代 我们已经很为难了 你就别谈透浑水的 降龙集团 你可得罪不起啊 我们不想再连累别人 降龙集团 应该是盛民旗下的开发商吧 那你们还真找对人了 这别的公司我不敢保重 降龙集团 我还真能把钱要回来 别说降龙集团 就是把我们赶住工地的大军哥 你管把这个板子 大军哥 巧了 这个人 我贼数 哎呀 是谁跟我盘关系的 尿尿没辣辣链 大军哥 这么晚了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什么跟我洗鱼袖 刚才谁说啊 跟我手 我滚出来 大军哥 年轻人不懂事 大军哥 你跟小孩一般见识 都给我起的啊 我今天不收拾你们 不知道他们马王爷有三只眼 把你有省省省省省的 除了马王爷 二郎神还有三只眼 老师 都不够 伤害 我 我 大军 大军哥 他到底要的 多掉价呀 对对对对对对 大军咋归一下呢 大军哥 你不是小兄吉之祸福吗 怎么没算出来自己祸 我错了 以后我就听你江少的 我算过了 只要跟你江少婚 只有祸没有祸 怎么把大军生了 怎么感觉像是在做梦 都愣着干什么了 还不都给江少婚一下 降龙集团拖欠薪资的事情 知道多少 他就要去穿这套衣服 他就要去穿这套衣服 咱们是来讨债的 又不是相亲 你有什么计划吗 宴会开始 肯定有主持人讲话 趁机把话筒抢过来 把事情闹大 要是降龙集团用抢走 好前友已经在外面埋伏了 到时候一拥而上 他们肯定反应不过来 哎呦 这不是顾健佳吗 学冬 你快来看看 前女友来了 健佳 几个月不见 你怎么婚成这样了 穿了一身地摊破了行头 又找了地摊破了男朋友 马学冬 你别太过分了 怎么 你也想摆地摊 要不要让我给你介绍介绍 以我的身份 肯定能给你找到最好的谈 好 是吗 那我倒是好奇了 你究竟什么身份 有一个叫圣门的组织 不知道你先没听说过 我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圣王 不知道这个身份够不够用 江灵 你 什么 你是圣王 哈哈哈哈 诸位诸位 大家都静静啊 大家过来一下 我有个事跟大家说 这小子 说他是圣王 哈哈哈哈 那我得赶紧翻写一下圣王了 这货是来搞笑的吧 我估计这小的都不叫圣王代表什么吧 敢在降楼的地本上装圣王 我看呀不是活动了呀就是有精神病 江灵 你胡说什么呢 牵扯圣王的事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子 你知道假冒圣王的后果吗 我不信 看你穿那些地摊货 谁会信呢 你最快的速度到小龙大厦 是 如果名贵服饰 这只能代表身份的话 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看不着 一分钟之后 不会又给你送了大点胡适啊 这小子心态真好 假装圣罗也是算了 被人拆穿了 还能面不改色 江江绍啊 我刚刚去店门口 小雪 一分钟内 就送套礼服了 一分钟我上海招礼叮 小子 马上就到一分钟了 别急 来来来来 都让开都让开 啊 啊 好 江上 这件衣服 祝您 是让它是炎弱水设计的 是做展示用啊 刚才给人家掌柜给砸了 要赔一百多万 无妨 到时候 你找音乐报信 怎么样 这身西装 炎弱水设计的 够奢化名贵吧 现在看上去 下面要胜亡 我怎么不知道 师傅给你这号人物设计过服饰 我怎么不知道 师傅给你这号人物设计过服饰 炎弱水的关门弟子周虹 他居然在这里 这下这小子撞铁板上了吧 江绍 周虹是炎弱水的徒弟 这衣服是神世家 他一夜就能看出来 没事 既然你是炎弱水的服务 正好上来验证一下 让大家看看这身衣服 真的 好 这是真的 别人有水的服装 光设计费就要百万以上 能穿这种衣服的人非福极贵 难道这小子真的是胜亡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木槿家真碰上全贵吗 不对 你这衣服是偷来的吧 师傅设计的每一件服饰 都要经我确认 你身上这件 是师傅因圣门之邀定做的 只做展示之用 不会上任何人的身 我师傅就在楼上 很容易解除 敢偷圣门的东西照耀撞骗 这小子胆子不小啊 他连圣王都敢冒充 还有什么他不敢干的事呢 小子 我知道你想争一口气 不过偷圣门的东西 这罐可不小啊 贱贱 我知道你一直想跟我比 但是为了脸面 让你男朋友去脱圣王的东西 未免太不明智了吧 这要是闹大了 可不好收场 你不然无法接受 你对我 就把你们绝对来 既然你说了 这东西是圣门 那我圣王拿圣门的东西 又怎么能叫偷啊 小子 你抓上瘾了是吧你 墨见佳 我知道 你当初一直被拒绝有耳感到后悔 但你真没必要 为了面子 不知天后地后的家伙来恶心我吧 这样只会让你更可怜 别在这放屁了 好 既然你们都不信 那我就叫颜若水下来 正好 给我女朋友化个妆 你说什么 你让我师父给她化妆 你小子吹牛都不打淘稿啊你 也不怕口气太大闪了舌头 江凌 颜若水是国际知名大使 她早就退出江湖了 她怎么可能还能出山啊 小金 哎 叫她下来 明白 哎 这真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的吹上天了 怎么会请来颜若水呢 看她一会如何收场 你要是能把我师父请下来 我可以当众给你跪下奉茶认错 好 好 江上 师父还真把颜若是个醒出来了 不会真是来给木槿家化妆的吧 师父 变何 废话少说 难道这小子真是小王 颜若水浸验过江上 化妆箱 两个人 这之一 你都是什么 你有什么 你可以 你 有什么 你 你 你 江绍 您还满意吗 你要问的不是我 沐小姐 您觉得如何 挺好的 江绍 沐小姐既然觉得很满意 那我们就先走了 等等 刚才令图和我打赌 说你要是下来的话 他就当众跪下 给我奉茶认识 靠不会吧 还真要奏你给他下跪啊 人家好歹出来给你化了个妆 你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江练 要不你让他们走 师父 闭嘴 江绍 我教徒无妨请您恕罪 我亲子下跪 给您赔礼道歉 盐若水给那小子跪下了 那小子啥来的 这啥情况 走吧 谢谢江绍 师父 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那个人 他是圣王 如果你再多说一句话 恐怕你的命都没了 真的是圣王 圣王在此 有些事情呀 我们不能掺和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师父 你告诉赵香龙 圣王来了吗 朱雀堂主没有告诉 我岂敢乱说呀 那他们怕是要惨了 那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赶紧走吧 现在觉得 我还是圣王吗 盐若水面对赵香龙 我都不会这样被骨聚集啊 我今天男朋友居然真的是圣王 一家拜见圣王 两家拜见圣王 有家参加圣王 何家拜见圣王 何家拜见圣王 一个江家气少也敢在这里 堂而皇之的冒出圣王 指使大家给你下跪 这不是穆家恶小姐吗 他可是降龙集团未来的儿媳妇 真是为了面子 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人 你小子 就敢骗我们 才让他们跪下 好大胆子 既然敢骗我们下跪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穆尖家 你还有脸和他合起伙来骗大家 还不赶紧跪下给大家道歉 胖胖 不是你想象中那样 别解释了 还嫌自己闯的祸不够大吗 当初你在穆家乱搞 要不是我 早就被父亲打死 都已经被逐出穆家了 还死心不改 竟然还敢来降楼集团的宴会上闹事 难怪你当时会拒绝我 是一日自己乱搞 儿子算行贿了吧你 真看不出来表面这么清纯的 穆尖家私底下这么放荡 穆家出了这么一个档妇 真是家妹不幸啊 苍苍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当初就是为了帮你 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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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人 大姐 你 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件事如果让父亲知道 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而且 而且我已经和翔中集团的赵家订婚了 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 大姐 我不能有事啊 你能不能帮我 你帮我顶替 我给你跪下 我求你 我能 穆苍苍 当初我要不是维护你的名声 我怎么会被赶出穆家 你到现在翻脸不认人 还往我身上泼脏水 怎么事情就这样呢 穆苍苍可是降龙集团赵公子的未婚妻 怎么可能乱搞 穆苍 你想要污蔑我 也麻烦找个好一点的借口 我会放着好好的一个少奶奶不做 去找野男人 穆苍带来那个小子 还吹牛说自己是圣王 穆苍那话 能有几分的当真呢 说的是啊 穆苍 看到了吧 没有人会信你 我信他 一个能为农民工讨要薪资的人内心绝对善 穆苍 你的委屈我仅仅只有谢 谢谢 他信你有个屁了吗 两框花莲编的骗子 你们俩就别在这后边演技了行吗 明明就是个绿茶 还非要装青春可怜 看着就恶心 现在你们所有人向奸家道歉 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否则 五分钟之后 我让你们所有人为今天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小子是不是装圣王装的自己都行呢 说实话 这小子的演技啊真不赖 穆建家 江龙集团本就是圣门下属的企业 你难道不知道得罪圣王的代价 居然被戳穿了还不知道兄弟 算了 别说了 好爷男庆该死死活了 穆小姐 您是赵家乌优本的媳妇 能不能请赵公子出来 戳穿这两个好把戏啊 这两人不见黄河不死心 也只能如此 戳穿假冒圣王 赵家肯定会更看重我 江龄是吧 假冒圣王 按照圣门的规矩 可是要去舍毁荣的 希望你一会不要后悔 这穆家二小姐 不愧是赵家卫过门的媳妇 年纪轻轻 已经有主母风范了 帮助降龙集团戳穿假冒圣王 这可是大功劳啊 江龄 大事情我们控制不了 咱还是先走吧 走 走 在降龙集团的地盘上假冒圣王 还想全身而退 沐建家 你也太天真了 不过嘛 看在你曾经是我大姐的份上 我也可以给你个机会 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当众承认是你同性出墙乱搞 破坏沐家门方 看在姐妹同胞的份上 我就饶了你 只要沐建家承认 这坏事就坐实了 以后我再也不怕被别人翻案了 同样的话我一样送给你 现在给尖家认错道歉 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结局 是谁这么大的口气 敢在我赵家的地盘上 让我媳妇下跪 是谁这么大的口气 敢在我赵家的地盘上 让我媳妇下跪 是传奇公子来了 看他还怎么装 这小子就会死定了 放心 在这里 没人能欺负你 那些冒犯你的人 都得付出代价 张琪 他毕竟曾经是我大姐 不要太为难他们 放心 我有分寸 到底是大家闺秀啊 都闹成这样的 还在为他们求情呢 同样是沐家的人 沐建家差的不是一心半点啊 就是你 假冒甚我 还逼迫我未婚妻下跪 让你被婚妻下跪 至于假冒甚我 我病 这小子可是死牙子嘴硬啊 赵家可是圣门麾下 谁是圣王他会不知道吗 刚刚要是到了前 以赵家的大度 没准就过去了 现在可不好办咯 我看你是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把他们都带上来吧 什么情况 怎么带来一群 臭红红的能不能够啊 被抓了 其实 从你们进入会场这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这一晚上你们上下横跳 有恃无恐 无非是因为在宴会庭外 安排了一群人而已 不过 你们也太小瞧我降龙赵家了 单凭几个农民工 就敢如此肆无忌惮地 在宴会上闹事 我真不知该说你们是 勇气可嘉 还是无知可笑 我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嚣张呢 原来是有靠山呢 带几个农民工出来装逼 亏你们想得出来 这些军人这么不济和我的方言 不怕你陪他们睡了多久啊 哈哈 都给我住口 少爷的起牌 其中一张错识谁见我 今天是家父举办的酒会 我不想见红 不如我们比一场如何 赵家公子果然好心胸啊 对方把宴会闹成这样 居然还在给对方求情呢 我要是这小子 肯定会三跪九寇丘长 以赵家这心胸 这事儿没准就过去了 欢喜 京城江家少帅 今日将巡视咱们这里 做事收敛点 比多千口爽 行了爹 知道了 要不是父亲金主 早一枪打死你了 不过我从 沐家学到的夺天手引进大城 正好借此机会 当众展露一番 震慑一下在场的人 比什么 就比一下 眼力和省性 谁能在这副扑克中 抓出最大的点数 谁就赢 我的赌注也不大 谁若是输了 便自断一手 竟然毒手 传奇攻击还真够狠得 赵公子什么身份 没要他性命 已经是大度了 如何 江灵 他得到我们沐家 独天手的真纯 实力比我更还厉害 你别跟他等 怎么 这就不敢比 刚刚不是还挺能装的吗 说什么给我五分钟 让我后悔 怎么着 没等着我后悔 你们开始后悔了 这是要比胆量和财力 在场所有的人 没人比得过赵公子 说的是啊 谁能和赵公子比 果然只会耍嘴皮子 你当玩真的 真的算 如果你不敢比 那我拼的今天见血 也要执行圣门的规矩了 谁说我不敢躲 你只手而已 不过 我加一点 如果你输了 你和他 从这给我爬过去可以兼加紧钱 三败九寇 道歉认错 我以为赵公子够狠了 没想到这小子更狠呢 我看这小子就是外墙中干 想虚张绅士 吓唬赵公子而已 那他可真是有点天真了 国家传奇是什么人 怎么会怕他 今天我还真遇到一个不怕死的 啊 有意思 没想到你们还真是有胆气啊 不过我还是想劝你们一句 一会你们输了 可不仅仅是从这里爬过去那么简单 开始 我会把纸牌扔向空中 我们每人抓四张 A最大 二最小 谁的点数大谁就赢 如何 好 开始 开始 肯起早就学会了夺天手 没人能是他的对手 穆剑家 今天 不但要你身败名裂 还要你粉身碎骨 从此以后 穆家就对我再无威胁了 一 A 肯定是 肯定是招公子呀 那小子肯定晚了 不知道怎么样啊 江凌 他好像输了 什么 输了 不可能吗 江绍总是一厢寻影中 我刚刚看到赵传奇 抓到了三个 s 而江凌 抓到两个二 陆建江 以你的眼力 应该已经看清楚结果了吧 你已经输了 举输了 天呐 真的都快的手术啊 西藏来洗 今天都在赵光姐的手中 不仅手要快 眼力也要足够强才可以 你不但手要废掉 一会从玻璃夹子上跪着爬过去 养掉腿也得废了 活该 这就是没实力还装逼的下场 现在说我输 是不是早的 开什么玩笑 能抓到最小的四张牌也算不错了 起码证明他眼力也不算太差吧 赵公子手中现在一张牌都没有 那就是你这怎么比 他刚刚是故意抓四个二的 他就想要以这种最小的点数来赢得赵传奇 然后以此来侮辱他 就是 难道我真是看错他了 执行赌约吧 这还输了 你竟敢玩弄羞辱我 去死吧 太亮在干嘛 快给我上 你竟敢玩弄羞辱了 我 就 这么说 伤害你 我只是要让你们执行赌约 听见没有 两个狗男女 听见我们交召说话了吗 再怎么不跪下 谁怎么给你打死了 小子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别把事情做绝 木建家做事之前多考虑后果 赵家可是我们木家都要仰望的商业巨股 不是你随便找个野男人就能得罪 到底呢 少他们废话执行赌约 小子你怎么敢 少他们废话啊 我这个人最最 刚刚和你赌一只手 现在费你一只手 接下来 爬过去 多余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小的 希望你不要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后悔 这不是你没关系 哈 这这真的要怕 地上都是碎玻璃 他两个要真的爬过去膝盖恐怕的废了吧 穿鞋 真的要爬吗 不行啊 我要是爬过去 我这一双腿就 找什么废话 你在前面爬 什么 我先爬 你要不爬 我马上跟你退婚 你们穆家别想败富小龙 更别想接触圣门 不要 我父亲会打死我的 你还不赶紧给我爬 爬 我爬 这竟然真的爬了 这可是降龙集团的地盘 一会儿赵老爷子来了 看这小子如何出场 你做事真是不计后果 我父亲肯定马上就到 我得尽量拖延一会儿时间 到时候看我怎么弄你们 莫桑桑 刚才你嘲笑尖家找男人不行 现在 你身边这个男的也不怎么样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说出当年实情 我就可以不让你受惩 实情 不行 我不能说 我一旦说了 赵家肯定会退婚 我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我绝不能说 看来 你是对从这儿爬过去的疼痛一无所知 请便 大姐 我好不容易有今天 你忍心 就看我这么悔了吗 你还有脸说 当初 你找男人乱搞 我不顾自己的清白去帮你 且颠倒黑白 今天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把这种丑事宣扬出去 全扣在我的头上 把我当姐姐了吗 慕子 你 别炫口配人 你这个贱人 给我戴绿帽子 把屋里扎吗 我怕都失了 不顾姐妹情义 等着别人戳你几两骨吧 这慕家梁姐妹都是恨人的 是啊 好歹也是亲妹妹 还好我没娶她 你的 真是 我特意回去 你哥父亲肯定要过来了 憲恰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这么多事物太过分了 就是的 你们不让张渊有点实力 就这么欺负人吧 如果现在跪在这里的人是我 你没会帮我求情 如果真的是这个 恐怕你能高兴都来得及 我们 我帮你顶罪 你租出家门 你不帮我求情 我不怪你 我帮农民要工资 我请你帮忙 你不帮忙 我也不怪你 我流落街头 风餐露宿 你不接济 还不怪你 还临近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很小是非 辜灭我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还愣着干嘛 你也开始 谁这么大胆 谁这么大胆 敢在我圣满的地盘上 欺负我儿子 赵湘龙来了 主角荣誉登场 这下这俩人算是做到头了 你刚才来了 你刚才来了 你这么硬直吗 哈哈哈哈 你见家 早就说过 这里是降龙集团的地盘 这里的人你惹不起 靠几个街头混混 和一堆浑身臭烘烘的农民勾 就要翻天 只能说你活在梦里 穆监家 赵家的家属在这里 你还敢动挫 没爬完 不许起来 年轻人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所以 我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放了我儿子 我可以让你很体面的离开 他呀 这小子头可真铁呀 竟然敢和赵湘龙一钢 头天有个屁用 赵湘龙来了 他今天照样待劫难逃 后身在就是后人在 太难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合 年轻人 敢这么跟我说话 有魄力 不过 你觉得你能活着离开吗 老萨龙 你才说几年死都过 怎么这么和教授说话 执行谷约就这么费劲吗 我 我说跟你说话 好 好 这小子胆质真飞 竟然一点都不催着 忙到这种程度 我今天也是大开眼界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连老爷子都不怕 不怕 快点 小子 小子 我不知道你什么来路 但是我降龙集团 是盛门集团旗下的产业 得罪了盛门 注定活不了的 是啊 这小子当真不留任何余地 不计较任何后果 招惹了盛门 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盛门什么时候成为你们这群人 以大欺小为非做待的依仗了 咱们降龙集团 势强凌弱 强拆普通人房屋 拖欠农民工工资 任凭七房烂尾 抄袭明指明高 转移资产中保私囊 如此这般 盛门还要继续庇护你们的话 那这盛门 不要也罢 你大胆 盛门也是你可以妄加议论的 是盛门的盛王 有何不可意义 盛王 你连盛王都敢冒充 还有什么事情成绩不敢干的 你真的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吗 今日我降龙集团举 今日我降龙集团举办年会 盛门的朱雀堂主也会过来 到时候看这闹剧你如何收场 赵强龙的面子真大 这小子已经在假冒盛王 我看现在起路南下了吧 将领 我们已经控制住局面了 没必要再扯盛门和盛王做护皮了 盛门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年轻人 如果你放了我儿子 我可以向盛门朱雀堂主向你求情 饶你一命 否则 绝不可能活着离开 赵强龙真的是宰相胸怀啊 这时候还想放那小鸡一马呢 小子 差不多行了 等盛门的人来 你恐怕连求找的资格都没有了 将领啊 假冒盛王可不是小罪名 虽然现在承认自己假冒盛王会丢点面子 但总比丢了命好啊 小鸡 他竟然不想爬让他滚过来 得嘞 你不要过来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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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 你 好 很好 小子 你不是说你是盛王吗 有我等着 我现在就给盛门的人打电话 你随意 我现在就给盛门的人打电话 至于你们都是降龙集团的合作伙伴 方才我在隶属降龙之罪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认同我 现在我以盛门盛王的名义再给你们一次认错的机会 错过这次你们将会受到盛门的封杂 小大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 你真当我们是下大的 盛王首先考虑的是盛门的利益 你张口声斗小民闭口国家大义 就凭这一点你就不可能是盛王 他想胡我们 就是 我们是做买卖的 赚钱才是第一要务 其他人死活关我们什么事啊 小子圣门的大人们还有一分钟赶到 好 既然你们已经做了选择 那就别反悔 你别后悔才是真的 得罪了圣门 你还是先给自己想想后路吧 从这一刻开始 你已经失去了跟我讨价还价的失格了 没有人来救你了 你等死吧 走 上门那来了 你看门口那些人啊 刚刚还要五合流 现在见到上门的人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直接就把门让开 小龙集团总裁赵强龙 快见圣门 朱雀堂龙 这气场果然强大 你都是假冒圣王的事 非同小可 这小子就会死定了 江灵怎么办啊 圣门的人真的来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小子 你不是说你是圣王吗 现在圣门的人来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小子 你刚刚不是很狂吗 哎 你继续给我装啊 穆建佳 他们怎么玩死 能够遇见圣门堂主 机遇可依不可求啊 咱们也去 告诉江灵和穆建佳一种 没转他立即大功的 老高 你真聪明 唐主大人 唐主大人 这小子刚刚冒充圣我 是我第一个发现病 拆转塔的 你可千万不能找他 没错 是我们一起发现的 他不但冒充圣王 还误圣门 还说要把圣门解散呢 唐主大人 他们不仅目无圣门 还打算牺牲圣门的利益 捕贴那些浑身臭轰轰的 农民工 简直太不要脸 唐主大人 这小子饶了我们降楼年会 张口闭口对圣门毫无尊敬之意 绝不能饶了他 江灵 没有 别担心 江灵啊 你今天再接难逃 靠这下要玩独自的你 前门要到 现在连小命都给搭上了呀 你看 这里就像下水道一样 什么文营虫张都在江灵 你小子还装什么装 你知道你眼前那是谁吗 人家一根手指怎么碾碎你 竟然还装的有尸无恐的样子 不知天高地厚死了活该 小子胆也太大了吧 侮辱圣门绝不能留 唐主大人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便清楚事 永远来迟还请圣王责罚 什么 猪血堂主怎么管的小子叫圣王 圣王大人 怎么会可能来参加这种小燕罪 他他真的是圣王 不可能啊 你真的是圣王 一直都说自己是圣王 小燕 来 插我一下 不是圣王 我还真得感谢你来池类啊 让我了解到圣门真正的处置风格 千错万错 都是营阅互主力 让圣王受了委屈 你觉得我是因为我受了点委屈而生气吗 好 那咱们今天就把所有的事一个一个的捋 先从你们开始吧 圣王 圣王怎么办 哎 距离啊 圣王大人 咱们之间的矛盾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贱人 要不是因为他 我怎么会跟您弄这么大的误会呢 你看 你要惩罚就惩罚他好了 许东 许东你 闭嘴 要不是你一个贱人 我会得到胜亡 真家 真家 我们之前是好朋友的 忘了我们这天 我没有忘记当初我们的好 我更没有忽略现在的恨 你对我落井下石 是因为你的男朋友之前追过我 被我拒绝 你内心极度自卑 绝对绰绰不如我 所以 你想尽一切办法 处处打压我 今天在这个宴会上 你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出城 是不是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你所遗仗的男人 出现一点危险 就把你推出来 我讽刺 我 我 剑家 是我错了 这件事都是我不对 你就原谅我 我 这小傻穿过的袜子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快想想办法 木剑家我了解的 他不可能认识圣王 眼前这小子肯定是假的 不要怕他 他肯定是纸老虎 啊 少这么废话 甚往我们建国 她迎月唐主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迎月唐主都给那小子跪下了 你说他是假的 你根本想我活得不够长是吗 是我大人 小的有眼督师泰山 求您高抬跪手 那是我大人 是我教子无方 请您法外开恩的 还没到呢 现在 可以把事情说出来了吧 什么事情 我 我不明白 看来 你还是没意识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处理了吧 是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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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 当初是我在外面玩野男人 被 被发现了 然后我让木剑 我姐姐 我让他替我顶报 因为当时我已经跟赵家订婚了 一旦被发现 我肯定被退婚 原来木剑家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事居然都是木藏藏干的 为了潘伍秦桂 竟然我没有追姐姐 却没想到 这些姐姐的男朋友竟然胜了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赵家在圣文堂主的助理面前 都是卑躬屈膝 和圣文堂主一比更是狗屁不适 木苍苍也真是愚蠢 他现在一定很后悔吧 我为什么要给民心叫了去欺负姐姐呢 如果他还能像当初那么维护我 我现在也能和圣文扯上关系了 即便是赵家 见到我也要低眉顺眼 哪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后悔呢 好 该开始进入今天晚上的正式了 修乃柔定 我再也不敢对您无礼了 圣国大人 所谓不知者不怪 我们是真不知道您是圣王啊 刚才我们那么对你 也是为了圣委的权威啊 所以我们才 放你们去 你这狗脑子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你的亲吗 欠了他们多少钱 一共三十二万 为何不给 因为 就是不想给 他们都是一些贱民 就是不给他们结账 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一个工程队能省三四十万 弦龙集团有上百个工程队啊 这礼物算下来一年省压三四千万 是我大人 这是我给 是我们省压的 纯利润呢 宁月 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 以后让他衣服遮体 饭不保时 居屋定所 再无安身之所 给我找专门的人看着他 直到他死 这圣门大人 你 你不能这么做呀 这圣门大人 我是工程啊 我那圣门 曾心等着的 你们这群人 圣门就是因为你们这群人 侮辱的 打着圣门的名义在外面欺压善良 今日被我揭穿 又在那找理由 你们岂知 这金尊美酒 乃是千人之血 那玉盘佳肴 乃是万人之纲 今天在场的所有公司 明天十二点以前 除名 江少 我们今天才发现 原来在这世上 还有人帮助我们心疼吗 江少 谢谢你 是你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 我们誓死追谁江少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内心想而 你们要是想感谢的话 就感谢金家吧 圣王 有些事还未来得及向你禀报 圣门出事了 小鸠之前和我讲了 走 回圣门 老圣王当初查我圣门鬼手 说是让我对付门内叛徒 但门内的白虎和玄武 根本没什么实力 决难对老圣王构成威胁 看来 这鼓舞世界的威胁 才是那老头子的心头打换吧 他为何偏偏选我呢 圣王 鼓舞世界异常强大 我们圣门是商业魁兽 鼓舞世界则是武道魁兽 他说要绝杀千城 那就是要绝杀 我们近千个城市的商业伙伴 现在距离六月初八 只剩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是否要提前防备 圣王 以财力圣门不惧他 但比武力 圣门除了圣门鬼手之外 很难以鼓舞十家硬碰硬的 即便现在准备也来不及了 圣门青龙唐主周朝仙 拜见圣王 你就是青龙 他真是神能见首的一件位 属下被人所障 未能第一时间拜见圣王 还望圣王输罪 无妨 以四肢经脉皆被挑断 虽然武脏具有生机 但是精气神一直在流逝 看来商议之人并未想杀你 只是 想惩罚你 圣王 竟然一眼看出问题正结 说来才不对 属下根本就没看清 商国之人是谁 说 你除了武力之外 还很有商业天赋 甚至是曾经利用股市规则 五次击败外国的商业足空 圣王过意了 属下对金融 确有一些了解 很好 距离六月初八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要求你在三个月以内 调查所有与圣门有关的上市集团 跨国公司 以及金融施家的底细 并且做到我一声令下 并不发动金融战 圣王 这 这不对吧 不是古武施家要绝杀他们吗 为何我们 绝杀不是真绝杀 既可能是威逼 也可能是利用 属下明白 圣王 英明 三个月的时间 以我圣门的财力 足够准备了 你去做事吧 是 等一下 你干嘛去啊 你不带我 我我急需要处理 您在圣门等着我 回来有重要的事情要问 这家伙 看来圣王还不玩消息 不知道圣王又要去哪里 我二姐那边是怎么做的吗 根据预料差不多 按说说的培养了一群四兵卫队 悄无声息的控制着整个别墅 对吧 我现在可是 整个四兵卫队的大队长 这是二小姐给我 24K 纯金 我 我二姐肯定想不到 你一个出入北莽的小队长 是我生死兄弟 当初我就知道二姐在暗中培养你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那么决然地退出疆点 行 时间差不多了 再不走 老爷子急死吧 走 爸 快把兵符拿出来吧 不必再拖延时间了 别墅里的私兵卫队所有战士都是我五年来从北莽战场上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 所以没有人会来救你哦 好 很好 很好 真是剩一个好女儿 你心机沉溺 竟然深沉取其 我年了 我好有差距 不过 有一点你小瞧了你的痕迹 你爹我可是一名君 君是不会怕死的 更不会受任何威胁 爸 如今建在弦上 你拿只古服 即可安详中了 我呢 也不必承担 师父的妈妈 让全其美啊 难道不是吗 没处处算计 但是却没有想过 你接我早已立写遗嘱 一旦我身亡 一满且其十大将军 功用于将领 什么 之前我和灵儿是有些矛盾 也一直怀疼他会害 但是有一点 你爹我清楚得很 这事 再满且继交给他 我会被毁 我是交给你 一定会分分离析的 怎么会这样 我不信你说的都是假的 好好好 老爷子 要不是你刚才那几句掏心肺腑的话 我还真得等他动口之后 再进屋呢 臭小子 还算你有点良心 我已经封锁了整个别墅 你你怎么还能进来 二姐 您忘了当初以我找戏子为例 把我赶出江家 无非就是发现了你的秘密 怕我成为你夺取冰权上的阻碍了 宋志飞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宋志飞 二姐 您有您的计划 我自然也有我的布局 怎么可能 我精心安排的一切 现在是为你做了嫁衣 带下去 臭小子 有谋略有胆识 不愧是我的儿子 老爷子 您可还欠我一句话呢 臭小子 是爹错怪你了 让你受委屈了 老爹 我有麻烦 所以你要带兵去对付鼓舞时机 没那么简单 我莫名其妙成为圣王 圣门叛徒让我轻松解决 久经未出的鼓舞世界也发起挺难 我感觉这背后好像有一个大手 在推着我往前走 我却有一种无力感 放心 我毛泪和轨迹 在绝对市民面前是没有用的 明天我就掉进一万千七过来 直接清明去见 放心吧 老爷子 只非带私家卫队就行 那老了 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圣门除了青龙和朱雀 可看重用之人还是太少 六月初吧 圣王 木剑家被绑架了 这个胡思佳 圣门的人来了 圣王来了 我还从未见过圣王 可就是圣王 好年轻啊 物诗局召集商业公司找的电вет 这明显是在整理圣灵 挥 我 你好 。 看他今天会有一场交锋啊 周围安静 巅峰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感谢各位亲民现场 古武世界界组陈静伦先生 稍后即将到 请各位入场 圣门的人都来了 古武世界的人也不单独介绍一下 这是故意将圣门的地位贬低呀 这明显 精彩恶心圣门 对就是这样的回音啊 你也有好戏看了 尖灵 今天我要让身败名利 今天召开巅峰大会 首先是向全世界人宣布 古武世界将在此刻正式去强敲 所以需要各位翘楚们 放弃与圣门的合作 接受古武世界的领导 什么 我以为他们做戏会委婉一点 没想到竟然如此 极白的挑战圣门前卫 真是一群卯弱 错是卯弱 这一句话就让我们背叛圣门 你凭什么 就是啊 想让我们做事 先拿出足够的利益再说 这队哪能乱战 万一你们打不过圣门 最后我们岂不是会沦为炮 就是 古武世界 既然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们就是有足够的资源 只要市值达到一百亿以上的公司支持我们 我们就会立即奖励 十亿美金 天哪 十亿美金 那岂不是和我们公司市值差不多了 古武世界好大的手笔啊 他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 自己的问题 诸位不必担心 我们的账户上 有一万亿美金 竟然真的有这么多钱 古武世界一起不问世事 怎么会突然这么有钱 穷人富 穷人富 这可真是富可敌国啊 瘦啊 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资金 我想他们应该是勾结了外资 最终目的是想挖解我们圣门的统子 最终影响我国商业本期 诸位先别激动 我们都是圣门的下属企业 现在突然投靠古武世界 也要问一下圣门的意思吧 这还问个屁 谁有钱我叫谁爸爸 圣门基产 都不可能有一万亿美金吧 怎么和国武世界比 有了这笔钱 我们可不怕圣门的制裁 做生意要讲良心 我跟着圣门是不会退出的 诸位 不必担心 圣王不但会理解你们 而且 还会非常支持 你说对吧 教你个事 放肆 圣王秉慧也是你能知乎的 我就是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何我们圣门的下属 会加入你的古武世界 因为他 带上来 远铺 教你啊 我能采你一时 我就能采你一世 就算你成为圣门又是王 我还是被我勤募于踩在脚下 你想怎样 三个月前 你让我百万受尽去除 今天 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缓毁 你不是喜欢让人在玻璃扎上前行吗 今天 我觉得有必要让你试犯是 现在 我让你给我跪下上网 我让你给我跪下 走 教练 教练不要 教练 教练 满意了吗 还不够 好 教练教练 可真是让人感动 你就好好在这跪着 等我一会再来跑制你 现在圣王就跪在我的脚下 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没错 这钱我们拿到心安理的了 师父 您这是好手段 这样能用好情目一致的人 一个回头下来 江林他就已经下跪任 错道歉了 上千加上市公司都同意跪顺了 天心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 做大事 有借经 要见到 越是临近成功 就越要小心 圣王 是不会那么轻易去 事情也不会怎么想 江林 不管你是江家气少 还是圣门圣灵 见到我 你永远都得贵走灭情 不知你现在心情如何 秦梦 当初我废掉李天阳 肃清李家所有财成 唯独没有痛 就是想给你一个从头再来的鸡 没想到 你又无辱其中 你少在那夹行星 要不是你 我们受计那么多居如意挫折 不过也无所谓 现在说来 我当时要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怎么可能认识 古武时机的借助 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更不可能 让你堂堂一间圣王 跪在这里 江林 做人 是要有自学之名的 你在我面前 永远都是低端的烂货 以前是 现在是圣王 也一样是 一时舔狗 一世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江林 我可不会像你一样 父日之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 心爱的女人 死在你的面前 我还要让你再痛苦 悔恨 和绝望中死去 杀了他 亲家 没事吧 小姐你碰到这么对 我好像灵 做 做过这个天线 天线天线就能放过了 这人是谁呀 这不是秦沐 他现在是国务世界的代言人 怎么会这样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他们找的代言人 他们或许有钱 但像这种软骨头 他们能守得住钱 你们真的愿意将自己 和自己的公司 托付给这种人吗 我不是那样的人 那个人不是我 我是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 说的倒是有点道理 这大言人 怎么奴起不堪 看来鼓舞世界的实力 也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啊 精彩呀 真是精彩 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不利的局面 不愧是圣王 我陈某人 嘿 陈金 圣王大人 刚刚你已经说了那么多 不介意我陈某人 再说两句吧 好啊 正好听听你有何高见 诸位 我鼓舞世界 就是要和圣门 争作商业领袖的位置 刚刚圣门的人说 我鼓舞世界虽然现在有钱 但却守不住钱 可我要提醒各位 我鼓舞世界最强的 乃是武力 我麾下足有鼓舞者数万 各个实力高强 即便是一些诸侯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试问 我们如何守不住钱呢 他的钱都是假的 这个人是谁呀 我相信圣门的剧友 他不是失踪的猪 他还活着 听说他是金融高手呀 说一下拜见是我 鼓舞世界的一万亿美金 都是国外各金融公司 提供了临时借款 用过之后是要还回去的 他们现在只是想骗你们 与圣门决裂 到时候就算不给你们钱 你们也为退了 竟然是这样 空手套白了 这是商业欺诈 陈建主 是青龙所说的那样吗 你们怎么能听见 他的一灭致死呢 我的钱 可是实打实的都在账户中的 这还能作假吗 好 那我现在 会马上攻击在场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些钱 如果你能随意动 应该很容易帮他们脱体 什么 公司所有上欧合作都取消了 什么 公司的股票停了 股票停了 陈建主 会有资金支持一下我们吧 你如果说再不出手段 我们公司就要倒闭了 陈建主 会有资金支持我们呀 这么说来 那一万亿还真有可能是借来的 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 你那点计划 还用猜吗 你们以为 你们真的控制住局势了吗 刚刚我说过 我鼓舞世界最强的一战 不是金钱 而是武力 今天在场的 有一个算一个 只要不归顺我 古武世界 全都得死 少帅 外面的敌人已经肃清 这下回来 别说是沉浸了 就算是古武世界 和圣门绑在一起 也未必是江家的对手 江凌 你姓江 有京城江家的枪 来 树子 我 陈经伦 你还有什么底牌吗 没有 我可就要收场了 还真有一招 无影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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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送你的东西 不要还回来 啊 啊 我送你的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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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没有眼睛 啊 江凌 江凌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戴下去 孙悠 将领 将领 老圣王当初你之所以找上我 应该就是看中了我金家少帅的身份 欲奔相征 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 曾经来你 还不够稳 是是我归来的时候了 走吧 真正的幕后黑手 应该就要出来了吧